已故布袋戏大师李天璐的长子陈锡黄 多年来致力于布袋戏的传承 今年已经84岁的他 不只是在陈家的三级古籍老宅中 开设布袋戏工艺展 同时还陆续推出经典剧目 希望能够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布袋戏传统文化 走进位在大龙洞的陈家老宅 陈锡黄跟我们侃侃而谈 他超过一甲子的戏偶人生 还有他对于布袋戏示威的忧心 我们这个传统的问题是很好的问题 如果这个传统布袋戏 我一定得到会不会去 好好 系彭夏长大毕生专注于掌中艺术 却也一路见证他的兴衰起落 即便如此国宝艺师陈锡黄 对于日监视威的布袋戏 始终不放弃希望 我们从这个工业店 就是要知道我们侃侃的问题 专家老宅里开设展览 从布袋戏的彩楼 细藕的雕刻 衣帽的缝制 整体构造历史渊源 意义拆解 同时还规划出一系列的精彩剧目 来 这都打 打着疼 这才翻去 打着 滑下去 打着走下去 从桃花山 白马寺一直演到天坡楼 哪怕只有一个观众也要准时开演 这也是国宝及演师一辈子的坚持 回顾大师陈锡黄的偶戏人生 1931出生的那年 父亲里天路创团已婉然 那一刻仿佛也决定了他一生的置业 只是多数人都以为 陈锡黄的掌中记忆肯定传自父亲 答案却不是那么的天经地义 一种爸爸 他没用人家 他怎么没用 他在一起都睡到要十二点才能站起来 十二点吃饭吃好时 他便买房子了 没用人家教人 回家到十二点 所有的生活吃到点心就去睡 睡到早上十二点 他冷到时间的人家教人就没有 尽管如此 父亲对他却比谁都还要严格 我爸爸发验 爸爸如果对我严格而已 老人不严格 对我最严格 你若亲一样 你看爸爸是有时候没记得 没记得你老公子 对 你若对这边出门 买大要对这边 你不会再交同朋友 对 你若亲 你若亲 老公跟名字 老公拿着 就给他打下去了 年轻气盛的群熙荒 还曾经因为受不了父亲的打骂 选择离家跑去卖水果 我跟爸爸说 我说阿公和爸爸 去梅姦 梅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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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姆 車子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 我不怕什麼人 人家搶的旁邊 人家搖去 我才搖去搖去 小民生 我想這樣不可以 要脫生理生理也不可以 到時候不知道要去西嶺 西嶺去找中淫鄉 我們去搬去那裡 我們去搶去紅色 沒什麼紅色 因為這一段離家出走 也讓陳熙黃的演出和製偶功力 都更為成熟 回到父親身邊後 也終於得以獨當一面 我二三個 正新緣年 我才搬十七年了 十七年我就收起來 風浪 收起來之後 跟我們爸爸做的野獎 我們老爸最好 沒什麼 我全都不要做 不如讓我做就對了 我們老爸才做我的野獎 請問我 王布卻 民國六十年前後 金光布袋戲 透過電視轉播紅洞全台 傳統布袋戲也因此大受影響 民國七十三年 在父親裡天路的鼓勵下 陳熙黃和弟弟李傳燦 讓一婉然成為首支 進入校園傳藝的布袋戲團 我以前 古冬校園到時候 文件都沒有了 還沒有紅 還沒有後庭的家庭都沒有了 我說沒關係 我去找中級人 所有前後庭的債務 來這裡教不上的 那時候都犧牲就對了 都犧牲就對了 這一交就是十多年 而當年的孩子中 如今有的疑似團長的身份 這五十九年都沒有了 都沒有什麼結果 結果只有創意的人 像紅蝦山 這個烏龍湯 還有這個紅椒的 感謝大家各位觀眾朋友 在這個湯町 現在都已經在落後 那是雲人大山 現在還有創意的表演 請大家美鳥姐 有緣 再來看多謝各位 謝謝 感謝 感謝 好 現在外面都沒有了 現在普通都是 朋友 都拼了政府會去做 政府拿錢出來 叫我們去做一碗 去做一碗 去做一碗 歡迎來 2001年就在傳統孤單戲 日漸示威之際 陳熙煌受邀加入 台原偶戲團的世界巡演 當時已經70歲的陳熙煌 給了自己7年的時間 和創新的偶戲團相互學習 也努力從保留傳統與力求創新中 取得平衡 我接下來就要請我們 布袋戲類的 陳熙煌的體育 我們謝皇先生 要有眼淚主 和英秋先生 2009年與2011年 陳熙煌先後獲得布袋戲 及戲偶依式盔帽道具製作技術 雙受證的國寶級藝師 如今已經84歲的他 依舊將傳承的恥命扛在肩上 人類一生若是能從一而終地專注 在同一件事上 要會是什麼樣的情感 我們已經從大師 一雙布滿皺紋的雙手上 找到了答案 謝謝